现在讲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 余超老师 这里面真的又是鬼话连篇 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要有三大块 以党领政我们说三大块 第一个委员的公费助理 第二个党团的公费助理 第三个他们没有回答是什么 他们把那个委员的公费助理 跟党团公费助理 发明一个东西叫做 助理大水库理论 简单讲就是缴获来缴获去 对不对 人才共用 简单来讲做党团的事情 跟做委员的事情 哪有什么不对 这是灰色地带 张艺善昨天已经解释过 但是他们没有回答一点 什么 我们不是有智库吗 不是说这些钱 还有流到智库是什么 是民众党的 所以说什么叫做国库通党库 你们这边混淆大水库理论 你没有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钱有没有流向民众党 有没有流向民众党的智库 昨天大家都质疑了 你之前计身国会 民众党的这些人跑到党团里面 去做文宣的事情 这些人被踢爆 你们有回答这个吗 没有 但是现在这个 因为今天他们讲说 没关系大家站出来正面对决 好这个就是正面对决的例子 刚刚新出来的判例 主角是一个国民党的前高雄市议员 陈议员 他几乎案情跟高宏安这个有点像 大家可以比一比 用人头助理也是低薪高报 检方认定 法官认定了 诈领助理费 他依照贪污罪重判 这个可以给高宏安什么歧视吗 这个是给那个吴主任 最好的歧视 主任 吴主任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我昆宇哥 被那个王毅川用交叉比对出来 昨天也说来呈现的是 我的薪水通通都一次性 我只是没有去刷而已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钱入账 我只知道我很认真工作 我跟你讲 这位吴主任的说法 就跟这位助理的说法一样 这位助理先在征讯的时候 说什么 说的就是 我都没有说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薪资 等我要离职之后 去刷来发现 好像少了一点 但想说不要计较 算了 这是他在征讯的时候说的 然后在法庭上他说什么 他说我本来就不太能够加班 晚上我不能加班 所以我有跟他们讲 我不能加班 但你那个加班费 我后来就退 有报到我的部分 我就退给 回捐给 这个所谓的议员 简座就直接要问他 你在那个停讯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现在要这么说的 你这样叫做什么 你这样叫做伪证 前后不一 哪个才是真实的状况 他才和盘拖出 后来犯意良善 所以说基本上就给他 好像是缓刑 还是缓刑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他 两个人 第一个 高瀚 你以为可以用他这样的说法 所谓的低薪高报 很多人都很多说辞 比如我 我刚才再重复一次 第二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刷 等我离职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的薪水少了 但没关系 委员 议员对我也很好 我也不计较 这不就是吴主任 现在说辞吗 他说他工作期间 他从来都没有刷过 我都不知道 我有多少薪资入账 就真的很不缺钱 那你可以回去 现在刷给大家看一看 你把每月的薪资入账 公布给大家看 你就知道落差在哪里 还有因缴额 那位吴主任因缴额 基本上也缴得非常非常多 我记得是排名第二的 所以你看 一神提前 郑姓女助理 低薪高报 却向法官说 自愿回追薪水 被抓包 高官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还有自愿 还见过一名人头助理 在服务处做事 做伪证 不是说过吗 Jack到底有没有在立法院 没有 结果如果今天高安 某位F助理 水母那一位说 有啊 我都看到Jack来立法院 你的状况 就会跟他一模一样 当场被公诉检察官抓包 直接签分伪证罪 7年以下 另外13名这些人助理 也在法庭说谎被抓包 被法官依职权告发伪证罪 你看到 侦办这个诈领费的检察官说 虚设人头低薪高报 都是典型诈领助理费的手法 你说是人头好的 或叫车手好的 或叫工具人 也都可以 或是自由求援 面对司法调查时 坦然以对据实陈述 检方考虑到 你看多会重新 重宽认定 给予还起诉 等轻微的处罚 所以啊 我跟各位说 这一段有个结论 请问这些助理啊 不要倒果为因啊 为什么他们A先生 或是呢 不知道编号多少人 要给四叉猫 两点 快走投无路了嘛 公安办公室 是威胁人家 刚刚办公室 要大家串供 不是只有一个人 配合吗 另外十一个 觉得这个上报 杨毅说的嘛 另外十一个不敢啊 为什么 能够当上 这个高宏安办公室助理 也应该有最基本的 法学知识吧 就算没有法学知识 请教一下法律专家吧 第二他们不敢 第二是啊 我跟各位说啦 是什么样的黑道 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啦 我暗示大家好了 外省挂 不想讲了 谢谢大家